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在经上您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蒙照和被拣选 不单单是为着他自己 也是为着他的后裔 不仅仅是为着自己接受恩典 也是为着将恩典传给别人 在他以前有一些信心的伟人 像亚伯 以诺 挪亚 他们都是超然不群 与众窘别的一般人 但是 从记在他们的历史上判断 他们好像从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可是 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是一个偶像的崇拜者 像他周围的人一样 如果不是你呼召他 凭他自己是不可能和那些属灵为人相提并列的 然而 马太福音 却以他的名字为开始 所有旧约里面的人名 主耶稣口中提起最多的就是亚伯拉罕了 这一个偶像的崇拜者 竟然被你所选招 将祝福带给无数的群众 他被拣选的唯一理由 只是因为你喜欢拣选他 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特殊品质 叫他能以把祝福带给这么多的人 你选招他 带领他 又加添他的后裔 主啊 你这位恩待亚伯拉罕的神 你难道不能同样地恩待我们 选招我们 并且使用我们吗 愿圣灵开启我们 帮助我们 更深认识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